3、2、1,请启动 智慧充电,生活无限 台电,从台湾的重点变示威 生活无限美好,再声鼓励 好,请看中间,请看左手边 请看右手边,再看中间 画面现场是台电台北市区营业处 这里打造了全国首座的 电动车智慧充电示范场 经济部长王美花也为电动车 冲入第一度电 由于电动车家用充电桩 以往都用自家电表拉线的方式 造成线路杂乱,也影响社区用电安全 因此台电透过电动车智慧充电示范场 展示专设一户供电的新模式 为了帮助车主在监制充电桩时 能够兼顾社区用电安全 台电提出了一个两全的方法 帮民众把关 那就是专设一户供电 专设一户供电 会新设专用电表箱 规划一个主要的线路架构 再分别接入住户停车阁 就像是为电力建置一条高速公路 所有电力共用同一条主线路 抵达目标车位后 再向下高速公路交流道一样 各自接入充电桩 这样一来 除了线路干净整齐外 户序有新用户想要装设 就可以直接从建好的主线路 接入车位 不用从头拉线 扩充弹性大 此外专设一户供电 还导入了EMS智慧充电管理 协调全体用户充电 其实今天这个示范场域 要带给大家的是 它要解决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技术上 我们都知道就是未来的电动车充电 其实它可能一台电动车 它用7K左右的电量 它其实跟一般家庭的用电的电量来比较 它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就需要一些新的供电的线路来支撑它 那你如果个人一人一户 接在你家电表后面 问题箱可以单纯产权清除 你在你家自己的 如果你家是透天的 那你家的车库里面 要来装这些电路是相对简单 但你到了集合大楼 就会遇到很大的一个困难 就是一般集合大楼的配电盘 大概都在你家的地下室 那你在这个地下室 每一条线都从你自己的电表接出去 就会出现刚才简报里面 影片里面讲到到处的线 拉来拉去 而且每个人都拉一条线 其实相对来讲比较没有效率 台电公司为了集合式住宅 能够真正开始让这些电动车 车主它的车位上能够有充电的设备 开发出今天我们跟各位介绍这个模式 就是一层楼做一个单位 它会设一个电表背后有EMS 然后有这种集合式的线潮 等于是我们做好都市计划 大家可以共用道路 不必每个人为了自己一台车开条路 不需要 那透过这样子的设计 我们会宣导给各个集合大楼的用户 跟管委会 用这样子的设计的方式 就线潮 它会做好主干线 然后你在这个线潮上 如果要拉到你家 相对来讲比较方便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在电表上面 我们会有一个专用的电表 这就不再是依附在你的家户 那你这么多人共用这个电表怎么办 就透过EMS的系统 来做计量等等一些相关的工作 台电在发展各种的供电的模式 以及可能的计价方式 要来让电动车普及化变得更可能 充电的方法将会是电动车普及化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伙伴 台电公司会在这些供电的细节上 陆续的开发出各种可能的方案 来让电动车的政策 或者在台湾普及化的困难降低 让这个电动车普及化 能够更早的政策目标能够实现 我们做了一个意象 就是电表的部分 从电表后端定演性过来的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设计呢 基本上在一个箱子里面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电力的部分 另外一个是我们通讯的部分 通讯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在我们台湾里面 这个部分都是非常的 我们的这些设备都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强项 那所以说这个设备进来了以后呢 基本上我们在这个示范场里面 做了两种太阳 第一种就是我们会等一下 大家可以从头上可以看到 一个就是我们的电缆架 电缆架的一个做法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从看到我们的左手边这一边呢 它就是一个汇流牌式的一个做法 因为我们针对这个集合住宅 因为我们集合住宅 未来的充电的需求会最大 所以说这个部分呢 集合住宅 如果说我们每一个充电的车子 都要去拉它的线路的话 它可能就会很多的线路 而且很复杂 它会到处跑 所以说这个部分通常现在目前 就是管理会的部分都会反对 那怎么样要美观安全 那当然就是我们刚才示范场所建制的 那它的做法 像我们台湾就是很简单的 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就是汇流牌的形式 那第二种就是所谓做电缆架的形式 那所以说这个部分可以由用户自己来做一个选择 来做一个设置 那把这一条高速公路做好了以后 刚才大家都有一几个疑问 好像我们如果要设置 我们哪时候设置 其实这个部分就是 等到你自己有需求的时候 因为你的这个主要的干线的部分 已经做起来了 你只要再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拉自己的这一个 搭到我的电动车的车位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电源的部分相对的就比较简易 也比较安全方便 因为在这个主围路的部分都会有一些保护开关 那今天的第二个亮点就是时间电价 就是时间电价 那我们台电参考了很多国际的做法之后 那就提出了大家来分散充电的时间 那因为台湾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因为再生能源越来越多 所以多的再生能源来充电 这个是一个双赢的做法 所以提出的时间电价 就是让大家去分散你的充电的时间 那这个价差非常大 我的了解是高达四倍的价差 这个是有很好的诱因 那这样的就好像 这样的一个充电是一个行动式的储能设备的 这样的意义存在 那这个也对我们推动电动车 有非常好的诱因 所以今天的这个两个工作呢 对充电桩的设置的普及 以及大家可以理解到 用电的怎么样去找出 最好的用电时间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所以非常谢谢台电 如期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这个这样的一个新的时间电价 会在下个礼拜一 5月31号就会30 5月30就会正式上路 所以家里有电动车的呢 就可以按照新的机制来充电 那这个会对你的这个用电的费用呢 你会非常柔感 就是说我们鼓励鼓励你去离风充电 因为我们的电动车跟家里在煮饭不一样 家里煮饭我们时间到就一定要煮饭 但是电动车的部分 我们在家里的时间很长 所以说你我们这个设计刚才有讲了 其实很长的离风时间 我们设计的是很长的离风时间 看起来好像他目前是规划有18小时的离风时间 那18小时的离风时间让车主来做一个选择 你只要在离风时间来做一个充电 那你的电费真的是相当的便宜划算 那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专用电价的一个设计 但是你如果说跟你家里的共用的话 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 他就没有办法适用到这个所谓的充电设施的专用电价 因为我们不知道你是不是车子在充电用的用的电 这个没有办法去分开 因为同一个电表 不论是办公大楼或是社区大楼 如果想要设置充电桩 台电也欢迎社区管委会 充电设施业者或是民众组团 来电动车智慧充电示范场参观 我们这个场地最主要是提给民众 我们台湾地区的民众 不管他是住商业大楼 在办公的时候想设置充电桩 或者是他回家住宅大楼想充电桩 那这个充电桩的设置内线怎么配置 然后这怎么要达到节能又省电费的目的 那我们这个是开放给民众的管委会 还有建设施工会 电设施工会 还有他的承商 或者是民众自己组团来 我们都受礼 然后会有专人引导来做说明 事实上这是一个教育的场域 一个参观的场域 我们这个示范场是公开给我们所有的市民使用 欢迎大家多多利用 因为民众最担心的是 这个充电桩设置以后 会不会有陷入配置的疑虑 或是这个配置的费用过高 要怎么样达到经济又安全的目的 那我们专人解说 甚至他在导路设计师设计的时候 我们会提供一些参考的意见 按照他不同的大楼的性质 来做一些规划的建议 台电希望借由推动专设电动车电表 搭配充换电设施电价 引导智慧充电管理 让充电桩更普及 全面促进电动车产业市场的正向发展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